以下下来是逢星期一的基督教文艺博栏 我们透过不同的艺术元素带给你思考信仰的新角度 除此之外还有逢星期三的信仰讲清楚 讨论各种有趣的信仰话题 还有就是逢星期五的生命远线 借着多套的经典电影 和你分享感动人心的故事 一三五真正传播都有这么多精彩节目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基督教文艺博栏 如果大家喜欢今集的内容 欢迎你们留言和分享 更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支持我们 大家好 我叫Man 周文智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一件雕塑作品 叫做《简选》 本身我是用一件礼芝木雕刻出来的作品 当中我加了一条锁匙 整个作品是源于《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 是讲到耶稣里海的一个神迹 那一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门徒看到主耶稣在海上走的时候 最好奇的彼得 他就说很想下水 好像耶稣那样走 当然了 圣经说他信心不足 他就沉下去 耶稣就把他捉上来 整个流程就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又要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个雕塑里面呢 我的意思就是其实整个雕塑异于当彼得在水里面被耶稣拉上来的时候 就是命定他成为那位执掌天国着神的那位的教会领袖 当耶稣拉住他们的手的时候 到底耶稣是什么手呢 耶稣就是用他那一对曾经在海边呼召彼得 加入他那个门徒行列的那一只手 也是他曾经去责备彼得退去罢彼得那一只手 也是他曾经抹饼给彼得的那一对手 也是为彼得洗脚的那一只手 也是他曾经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只手 也是他去握住这个彼得 曾经是三次不认他的那一只手 接着耶稣握住那一只手是什么手呢 那一只手就是昔日彼得只是触鱼的那一只手 还有他曾经是三次不认主在揮手的那一只手 也是他在鸡轿之后 他抹眼泪的那一只手 也是他曾经去医治强腿 医治核眼的那一只手 也是他能够洗多家复活的那一只手 是建立教会的手 还有在五秦子里面能够一次过令三千人信主的那一只手 也是据闻他是盗钉十字架的那一只手 当然这一只手是执掌天国着实的手 我们慢慢都想不到一个这么冲动和这么暴躁的一位的比德 竟然是上帝这么重用的简选的一个仆人 虽然比德他也是出心卑微 没有高深的学问 也不是出着这个宗教的家族 只是因为比德他愿意去撇下一切去跟从主耶稣 他跟主耶稣相处的子里面去学会到谦卑 是一只虚心、自觉、灵类去缺乏的一个人 但其实比德他心里面是腐足的 因为他知道跟随耶稣基督的那种尊荣和代价 以至他配得上帝那种喜悦和宠爱 所以主耶稣就将天国着实建立教会的重任交给比德 让比德成为一位教会领袖 带领很多人进入天国的那位传道人 其实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他提到 有一次主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比德很简单就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就跟他说 西门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个不是属血气的指示 乃是我天上的父子的 我还要告诉你 你是比德 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个盆石上 陰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将天国着实给你 凡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是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上帝整个救恩的计划 就是这样在比德面前去展示出来 这个也是令比德知道 他如何日后去传福音去荣耀上帝 简选这个作品本身是一个超时空设计 当主耶稣拉起比德的时候 其实主耶稣那一刻他也是未受苦 但是我刻意把钉洞痕放在手上 目击我让人清晰知道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手 当比德傻奸奸地被人拉上水面的时候 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日后他如何侍奉上帝 但是我将他的时空交错地 在那一刻 原来上帝已经是因损了他 成为那位执掌天国着实的教会领袖 当我设计这个锁匙的时候 这个天国着实时我用了一个 Trinity 三位一体的一个icon 放在上面 这个就是彰显到上帝的自有永有 直至到今天 在尺端里面 我有个十字架 我将新旧约串联 直至到今天 从上帝自有永有 从最似到最终的状态 我显示在那个着实上 这个也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救恩的着实 是象征着与罪人同在 而是在人的心中 当然有人会问 上帝他度成肉身 进入这个世间的时候 他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大业 为何他不去找法力赛人 为何他不去找大祭司 为何他不去找民事 他偏偏要去找彼得 他选上彼得 大家都知道彼得是一个 在当日在社会阶层里面 一些很卑微的人物 没有人去看重一个渔夫 这个渔夫只是日夜辛労 就是为了户口的一些低下阶层 他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彼得 很可爱的 他是学耶稣跟师父 师父在水面走 他都在水面走 上帝喜爱彼得 他称他为陪石 叫他日后建立教会 上帝看人和我们看人很不同 上帝不是以外貌取人 上帝不是以个人的成就 去挑选为他工作 上帝也不是以人的学问 也不是以人的知力 他的能力 都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上帝挑选人 他有他自己的心意 因为上帝有他的意念 永远高过你的意念 我们只要遵行他的旨意 行上帝认为是正的事 做上帝喜悦的事 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当然明白了 上帝的挑选 你是不是很乖 他就会挑选你 上帝对人有很多不同的安排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不会和上帝合作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逃避 不过 不论你是否很敬虔 很乖 很遵守上帝的律例 他不一定会选你 但是当你是很叛逆 你是很游离的时候 他要选你 你都走不掉 看若拿的故事 我们就知道 只是我们生在不同的年代 上帝都有他的简算 在当中 我们被简算在这个时代生活 我们就要做这个年代的信徒 好好实现上帝给我们的福音使命 我这件作品 但这个寓意就是 当然是让人看到 我们都不要妄自菲薄 即使我们觉得自己 怎样的卑微 我们的身份 怎样的不及人 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上帝 我们依从他的界明 律例和典章 上帝必然有他的祝福 使用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能够为他做成就更大的事 我们不可以羡慕 为什么有些人比我们更加厉害 更加厉害 更加健康长寿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上帝的简算 以至我做这件作品的时候 我希望用一个简算的主题 让大家再细心思考 我们生命的足跡 上帝在选招和简算当中 我们愿意只是成为被召吗 不会 我们希望我们都是被选上的 让我们被选上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逃避上帝的面 以至我们在信服 在全能者的权威下 我们一生所追求的 我们所走的路 都是在听命和信服当中 去奔走这条天国的道路 但愿我一个被简算 其实是一个上好的福分 是没有人能够奪去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 都成为一个被简算的信徒 以至我们可以去荣耀上帝 今天的雕塑介绍 就到此为止 盼望一个雕塑的信息 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生命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